有聽過治療犬和治療貓嗎 華日新聞就跟著治療犬天天和全臺 唯一治療貓浩浩到企能中心拍攝 整個療癒的過程 透過互動讓有智能障礙的孩子們 打開心房 復健成效加倍 但治療犬全臺的數量還是偏少 要經過什麼樣的訓練 才能夠成為治療犬 來看我們今天的真相 極先鋒 牠和布偶貓夥伴浩浩 這天要在台中出任務 這裡是十方啟能中心 智能障礙的孩子們 發出陣陣驚叹聲 這是他們每個月最期待的一天 手手打開 要玩嗎 什麼感覺 軟軟 老師們幫忙引導 讓孩子們和動物近距離接觸 小妹好會喔 我會輸喔 二 三 耶 背套圈圈 舒蒙依然乖巧穩定 讓小朋友本來害怕 緊張的表情瞬間露出微笑 抓得緊緊的小手 也在碰到動物那一刻 輕輕張開 剛剛牠們的反應 讓我非常的訝異 因為孩子們跟我平常 看到牠們的反應 真的很不一樣 動物離開的時候 居然還想要自己非常有動機出來 想要再跟動物繼續互動 孩子們有的是中重度智能障礙 或是腦性麻痹患者 因為肌肉無力 刀隻手張力不夠 但因為毛小孩 牠們打開心房 人與動物間的感情 更多了欣欣相惜 疼了 看著眼前毛茸茸的動物 好奇表情全寫在臉上 台灣動物輔助治療專業發展協會 規劃一系列互動 進一步提升對腦部的刺激 幫助牠們復健 幫助牠們的認知 比較容易打開牠們的一個溝通 有一些比較喜歡安靜的 牠會喜歡貓 全貓治療在國外行之有年 國內最為人知的就是狗醫生 曾幫助失智長者 恢復自信和笑容 我們都會讓牠定點 天天坐 等喔 因為有時候小朋友要等到停留 五秒在復健的過程中 對 OK 輕輕地這樣一點點拉 讓牠知道說這樣子拉是沒有關係的 公園旁邊一堆小孩子在尖叫 因為溜滑梯嘛 小孩子尖叫 那我就會帶天天去旁邊坐著 帶浩浩去旁邊 就類似上這樣坐著 讓牠們習慣 小孩子會有尖叫的聲音 從訓練到成為治療犬 四主通通自己來 要成為專業治療犬 還得通過考核 我們滿分是120分 但是要在95分以上 才可以達到治療犬的標準 除了狗狗的服從度 穩定度之外 牠要能夠親人 然後站在動物犬的部分 我們也會顧及到 協會認為治療過程 動腐蝕 四主和治療犬 缺一不可 協會在每年六月十二月 會舉辦測試 治療犬大多來自民眾飼養的寵物 再引入特教班 長照機構等 全台治療犬數量以臺北市最多 但中南部地區數量卻嚴重不足 愛與四主他們的個人的一些時間上 所以我們的數量是很不足的 尤其是我們全台 只有台北 台中 高雄 這些都會區才有 這孩子會從 開始哭 然後到手伸出來摸 然後到不要走 我覺得那個過程 在一個小時之內 又讓我覺得說 其實我們家狗狗還是滿有 對社會還是滿有幫助 對孩子也是滿有幫助 就連四主都被療癒 貓狗成了治療犬治療貓 除了陪伴 還能達到實際治療效果 讓毛孩子不再只是寵物而已 華視新聞 讓祝位在張榮虎帶榮鞋 專題溝動